TVVS采访团队我们是持续在石川县的七尾市来为大家带来在地震后的报道 而事实上在七尾市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管走到哪边其实都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场景 在我背后其实这一大片的柏油路呢 现在都已经塌陷了 而且呢这个长度呢其实是长达将近50公尺 而且呢最深的地方大概跌整个线下去大概有将近100公分左右 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这样的道路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办法让车辆通行了 而且呢在整个七尾市这边的几个主要的干道 其实都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们刚刚走在路上其实也有因为正在修路 所以必须要单向控制通车的状况 因为这边的为了要协助救灾呢 其实这边的工程单位是很紧急的出动来修补马路 不过类似这样的状况实在是太多了 似乎让他们有一点忙不过来的状况 而且在今天早上其实在1月6号早上 日本时间的5点43分呢 在能登半岛地区又发生了震度5强的地震 而这场地震呢也让七尾市这边呢 有更多的道路其实又出现了整个摊方的一个现象 换句话说在这边的交通其实是非常不便的 而他们原本呢如果像我们从金泽市前往来到七尾市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平常开车大概只要一个小时10分钟左右 但是今天呢驾驶告诉我们可能要超过两个半小时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场景呢 让阻碍了整个交通而这当然也会阻碍所有前往这个更深入 能登半岛地区北部的这个轮岛市以及珠洲市等地 这些重灾区的一个救援的工作 而TVBS的采访团队我们会持续的在七尾市这边 为大家带来灾情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